黑洞一直是科学家眼中的宇宙怪物 其引力强大到光都无法逃脱 然而 最近的一项突破性研究 却揭示出黑洞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 动摇了我们对黑洞理解的基础 而不是如同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所预测的模型 这将可能改变黑洞物理学 并为我们开启理解这些宇宙巨星的新视角 下面我们来探讨为何这项研究如此重要 它如何改变我们对黑洞的理解 以及它对天文物理学未来的可能意义 长期以来 黑洞一直以克尔谢作为模型 这被认为是其稳定的结构 数十年来 这个模型一直是天文物理学家 用来理解黑洞的主要工具 什么是克尔解呢 简单来说 它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方程的一个数学解 描述了一个旋转的黑洞 且以精确且优雅的方式表现出来 这个解以物理学家罗伊克尔的名字命名 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提出了这一模型 该模型将黑洞描述为 具有两个不同的世界 外部世界是无法逃脱的界限 甚至光线也无法穿越 而内部世界则围绕着一个环形起点 基点是我们所认知的时空完全崩塌的点 这个模型的重要性在于 它能准确匹配我们对黑洞的观测结果 从事件世界望远镜拍摄的黑洞影像到 LEGO检测的引力波 这些观测结果大多于克尔模型的预测相符 这使得科学家得以用强大的框架来描述黑洞的行为 而不必调整我们对物理学的基本理解 至少到目前位置是这样 该模型的核心假设是黑洞是稳定的 这意味着黑洞在时间推移中保持稳定结构 并拥有可预测的几何形状 这使得科学家能以可靠的框架对黑洞进行建模 主要侧重于黑洞外部的情况 而不是其内部运作 然而这也有其局限性 克尔谢主要描述黑洞的外部 对于黑洞内部的状况则描述甚少 这也就是新研究挑战我们传统信念的地方 这一突破性研究聚焦于黑洞内部发生的现象 并发现黑洞可能远没有我们长期以来 所认为的那么稳定 它们揭示了一些令人惊讶的现象 在黑洞内部 能量并非静止不动 相反能量会随时间累积 导致一种称为动态不稳定的现象 简言之 黑洞内部区域的能量 可能会指数级增长 最终可能彻底改变其内部结构 想象一个不断膨胀并改变形状的气球 这有点像是黑洞内部可能的情况 为何这种不稳定性如此重要 首先 这挑战了黑洞作为稳定 可预测物体的传统观点 这些发现显示 黑洞比克尔谢描述的更为动态和混乱 随着时间的推移 累积的能量可能会扭曲黑洞内部结构 彻底改变其几何形状 这不是小变化 而是可能意味着黑洞在其生命周期中 无法维持克尔谢的几何形状 这项研究的不稳定性证据 来自于对米斯纳瑞质量的分析 该质量描述了黑洞内部质量和能量的分布情况 通过详细的计算 科学家表明 黑洞内部的能量可能并不稳定 而是会增长至极端水平 最终改变黑洞的形状和结构 这使得稳定的克尔模型 在长时间尺度上的描述变得不准确 这也带来了更深层次的挑战 如果这些不稳定性是实际存在的 可能意味着黑洞的行为 最终会偏离广义相对论的预测 这为超越爱因斯坦理论的新物理学 开启了可能性 并可能与量子力学或其他引力理论联系起来 这项研究的意义表明 我们对黑洞及时空本身的理解 可能正处于巨变的边缘 研究带来了新的理论模型的潜力 例如量子引力理论 如圈量子引力或闲理论 为黑洞内部可能的情况提供了替代解释 这些理论认为 黑洞内部可能具有复杂结构 而非简单起点 这与新的不稳定性发现相呼应 如果黑洞内部结构更为复杂 量子引力模型可能补足我们的理解 还有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领域 是飞克尔黑洞模型 比如显理论中的模糊球模型 这些模型 假设黑洞并不是静态光滑的结构 而是具有复杂波动的内部 这与新研究的发现一致 表明黑洞可能更像是动态实体 而非静态实体 如果黑洞本质上是不稳定的 那么其真实性质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 这项研究的意义还跨越了多个学科 研究黑洞的不稳定性与其量子本质 不仅需要天文物理学的深入研究 还需要结合量子力学和高级数学工具的探索 这位跨学科的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可能推动我们对物理学的根本理解 随着黑洞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我们可能即将迎来一场物理学上的新革命 改变我们对宇宙的认知 从克尔谢的稳定性假设 到恒星的动态不稳定性 这些突破性研究表明 黑洞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迷人和复杂 这些发现不仅挑战了我们的理论基础 还有可能为超越爱因斯坦的物理学 开辟新篇章 未来的探索之路或许不满挑战 但也充满了令人兴奋的未知 谢谢您的观看 请继续关注并观看有关新科技的影片 下期再见 月 lip 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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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